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独一教育,我是独一教育的高讲师,刘伟威 那么在接下来的极节课程中,由我来大领大家去学习VOE这门课程 等于学完这门课程之后,你就可以用VOE去写一个项目,并且进行一个组价的话的开发 那在这里面,我首先讲VOE之前,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VOE是什么 那可能去搜这门课程的同学都对VOE有所了解了,可能脱口而出,VOE就是一门前段框架 那么如果再追问,前段框架是什么,可能很多同学都回答不上来了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学习技术一定一定,不管你碰到什么也好 你一定要追问一句,它是什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只有你了解的一个实现,你了解的一个底层,你了解的它的原理 你才能更好的去学习这门技术,才能在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管是前段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一门语言也好 那这就相当于我给大家的一些忠告吧 那么在这里面,所以说我就要先提一个框架是什么 那前段框架,其实说白了,就是GS的一个工具集合 那为什么是GS的工具集合呢 我们前段,是不是大家都了解,它是由三门技术语言去构成的 HTML, CSS, JS 那我为什么说前段框架主要是GS的一个工具集合呢 而不是什么HTML工具集合,是CSS的工具集合 那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么前端,我们知道现在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非常非常好 前景也非常好 那在这里面,GS其实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前端发展的一个前画板 也就是说GS决定了我们前端能成为什么样的 那可能大家有所不信呢 但是我举了一个例子 HTML,现在是不是出了HTML5了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里面的一些标签,像Canvas 这种标签是不是必须借助于GS去使用了 也就是说现在,前端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GS的发展 那只有GS发展的一个巨猛,才带动我们的前端的发展 当然不是说HTML和CSS不重要 HTML和CSS是基础 只有把基础学好了 才能去构建我们更好的一个前端的项目 OK,那么言归正中啊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前端框架是一个GS的工具集合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可能你们的耳熟能详的 像JQuery,Vue,React,Angle这些前端框架 那么你扒开表面去看到本质 去看到它圆满的话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的一个GS代码 都是它的GS代码 那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了前端框架是什么 那我们再追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框架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原生去写一个项目呢 是不是原生也能去写一个项目 如果你们用过JQuery的话 是不是你用JQuery去写一个项目也可以 用原生去写一个项目也可以 因为什么呢 因为JQuery也好 Vue也好 它就是用原生的GS去封装的 那我为什么不用原生的GS去写一个代码呢 其实我们使用框架主要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更好地去开发我们的项目 第二个就是更快地去开发我们的项目 那更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面都知道 如果你使用JQuery也好 或者是用框架也好 它是不是给你限定的一个框架 你限定的一个条件 如果你想使用框架的话 你是否必须遵循人家的一个条件 像如果你使用JQuery的话 你是不是得用Dollar一个括号去调用它 生成一个JQuery项 然后再去进行一些劣势调用 那这些是不是一个规则啊 那这些规则有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的项目 有更好的维护性和可升级性 那假如说我们用原生去写一个项目 那不管你是精进的条件去写也好 或者是你胡断去写也好 我们只要是不是实现这个项目就OK 那么它是不是对你的限制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框架的话 把我们的一个项目写的代码给限定到一些条件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项目非常的可维护 还有可复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这个框架才体现出来它的一个价值 那么其实这个条件 这些规则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词 就叫做一个架构 一个模式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框架都是基于一些架构或者模式的 像我们所熟知的MVM模式 MVC模式 MVP模式 当然这个MVP不是你打王荣耀或者打英雄联盟的MVP 它是一个模式的名称 那么这些模式就是我们去使用这个框架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开发我们这个框架的一个原因 OK 那刚才提到第二个词 更快 那它是怎么让我们更快的去开发我们的项目呢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一个JQuery也好 或者是一个VUE也好 它都有组件化开发 那其实组件化开发就是我们更快的去开发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必然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开发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项目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重复的 假如说我们开发两个页面 或者是我们开发了多个页面 那像我们的轮波图 导航栏 那这些什么 呃 侧边栏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经常出现的 那如果我们每一次开发的话 我们都重写一遍 是非常非常浪费我们的时间啊 那我们不管是作为人也好 还是作为一个公司也好 是不是都不可能把精力或者时间浪费在这些感觉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有意义 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上面去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总去使用的一些东西给它封重上一个组件 那我们下次再使用 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组件就OK了 传几个参数就OK了 那么它就是生成我们以前想要的一些结果了 那我们把时间放在呢 是不是放在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业务上面去 我们把核心业务做好了 那么才可以更好的体现我们的价值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框架 它可以更好更快的去开发我们的项目 OK 那在这里面它主要就是使用了一个组件化 那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这还是我需要跟大家去提到的一个东西 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框架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提到两个名词 一个叫框架复杂度 一个叫应用复杂度 那为什么不要盲目的去使用框架 刚才我叔叔说过 你去使用一个框架 你必须按照人家的规则去写代码 那么既然你按照别人的规则去写代码 是不是你首先得了解别人的规则去什么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学习VoE 去学习VoE 去学习VoE 那只要我们学习了规则之后 我们是不是才可以去写这个项目了 也就是说我们说需要一个学习成本 不是我们上来就可以使用的东西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框架复杂度和应用复杂度了 那框架复杂度就说这个框架难不难学呀 这框架的学习成本是什么呢 那应用的复杂度 那也就是说应用你开发的一个项目 它是简单的一个项目 还是一个复杂的项目 是一个就一个页面的应用 还是多页面的应用 是有一个切换功能 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功能 这些都是一个应用的复杂度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去平衡这个框架复杂度和我们应用的复杂度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平衡的世界 就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平衡起来 这个世界才会去运转 那么我们这个挑选一个框架也是 我们就把框架复杂度和应用复杂度平衡一下 那么它才可以更好地去运转 那假如说我们这应用很复杂 我这个页面就是给我女朋友去写的一个 我爱你这个页面 那是不是你没有必要用Vue 你直接打一个ATML 你写个我爱你 然后让它动起来 说给它一些CSI属性就OK了 或者是你让它有一些GS一些交货 可以点击一些按钮 是不是用一些原生的GS就可以去使用了 因为什么 因为假如说你这样的页面 你还用一个框架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学习这个框架 可能等你女朋友过生日 或者是过一个节的话 你还没把这个页面 Vue给学习完呢 你女朋友是不是跟别人跑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要去平衡 这个应用的复杂度和框架的复杂度 那如果应用特别简单的话 你是不是没有必要去使用这个框架 使用框架是有学习成本的 是有一个限定条件的 那我们只使用原生就OK了 那假如说这个应用很复杂的 这个项目很复杂的 你还用原生去写 说累死你 对吧 你写了多个页面 写了四五十个页面 四五十个页面 都有罗默图 你写了四五十遍罗默图 那么说非常没有必要的问题 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要平衡 这个应用复杂度和框架复杂度 一定要在这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框架的学习成本是什么 我们这应用到底复不复杂 如果不复杂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用这个框架了 那现在相当很多公司的一个项目 其实还是用原生去开发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可能大家都感觉 说没有用的东西 感觉说如果我去公司的话 肯定是潜能的负责人告诉我 你这项目就用微义去写 你这项目就用一个原生去写 说没有必要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啊 但是你们想一辈子都去当一个成员吗 想一辈子都给别人取消代码 那肯定是不能的 那假如说你们去上升一个高度 去当一个项目的 一个前端的一个经理 前端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为这个团队 去挑选一个项目啊 去为团队去看一下 你们这团队都要去学习 这个VUE的成本是什么呢 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必要 我们所有团队都去入主 这个框架呢 这框架的一个实验原理是什么呢 这框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它到底有没有bug 我们值不值得去使用呢 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写一个项目的时候 不要去单纯的去挑这个代码 你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的项目是写的是什么 原理怎么实现的 框架是复杂度是什么 OK 这是我需要提到的第二个 你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 那么讲了这么多 我们知道了VUE 知道了一个潜伦框架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使用潜伦框架 并且我们知道了 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个框架 在这里面 我们提到这个潜伦框架 不得不提三 现在三大主流框架 VUE Angle和React 那么猜想这个VUE之前 我们肯定是不是要对比 横向的对比一下 这个VUE Angle React 那我们是不是肯定 VUE有VUE的好处 Angle的好处 React有 React的好处 那我们就先横向的看一下 这三大框架各自有什么各自的特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知笔知己 百战不殆吗 可以更好去学习我们的VUE 首先我们提Angle Angle 大家可能都知道 它是谷歌公司开发的 那谷歌公司 其实很早以前 零几年的时候就有Angle 1 那只不过Angle 1是在什么呢 是在PC端去进行的 那在现在日渐 在我们智能机的出现 移动端去开发一个移动页面 所以说Angle 1 可以说完成了它的一个历史使命 那么现在Angle 1 已经退出了一个历史舞台 因为Angle 1 主要是PC端 PC端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框架很重 很重的话 在PC端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它的一个网速很快 但是在移动端的话 可能它会有一些网速的限制 那么它的一个项目 框架肯定不能成一重的话 用户体验就不好了 用户体验不好了 是不是 可能别人去用你的这个页面的话 就像你想象中 你自己 你自己去刷新一个页面 这页面刷新两秒 它也不刷新 刷新不出来 你是继续等呢 还是走呢 是不是走的概率重大 所以说在这个 我们开发这个项目的中 一定要去考虑 用户的一个用户体验 那这就是Angle 1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出到了Angle 4 现在要出Angle 5了 那Angle 4 Angle 5 就是我们这个Angle框架的一个最新版本 那么按理来说 Angle 1 它已经大获成功了 那Angle 2 Angle 4 Angle 5 肯定是在它的基础上 更加的进行优化 但是呢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谷歌这个团队 跳了几次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谷歌 它总去改它的一个API 那假如说我们只用Angle 去开发一个项目 开发一个项目 假如说你用了一个API API两个月后不好使了 那怎么吧 那你是不是 你不能去找Angle吧 不能去找谷歌吧 你是不是得按照谷歌 新出的API 再去改一遍 那这就是让人很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它相当于失去了 一些程序员的信任 感觉说我用这Angle 来去开发一个项目呢 是不是可能过两个月 这API改了 API改了 我这项目就跑不起来了 跑不起来 那对我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Angle 就Angle 2的 这个总跳票的这种行为啊 就很让人反感 所以说Angle 2 其实没有Angle 2 去开发的很好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Angle里面的一些 思想是非常非常好的 像什么依赖注入啊 像什么一些指令啊 足夹的开发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 那像我们以后 我相信Angle 4 Angle 5之后 他如果不再去 就这种玩票 跳票的这种行为的话 我感觉他发展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前进 那在这里面 Angle 4和5 不得不提一门技术 叫做TypeSquit TypeSquit是什么呢 也就是Angle 如果你想使用这Angle的话 你不仅需要去了解什么 依赖注入啊 这些核心思想 你还需要了解 TypeSquit的这么语言 那么TypeSquit是什么 其实它就相当于 GS一个语法长 那么什么是语法长呢 就是相当于在GS上面 又封装了一层 其实它底层肯定也是GS 但是它可以使用一些 TypeSquit里边的一些语法 就相当于ES6 对GS进行的一个扩展 那就是TypeSquit 也对GS进行的扩展 它主要的扩展 有哪些呢 主要有一些什么 静态的类型检测 那像我们知道 我们使用GS 什么不管是整形也好 字符串也好 布尔类型也好 直接握一个变量 就OK了 那如果你去知道Java 或者C的话 是不是你有什么整形啊 Int型啊 X型啊 那是不是每个类型 它都分得很清楚 那在GS没有这种事情 那它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类型检测的话 用户是不是 假如说你写了一个函数 函数没有一个参数里面 没有一个限制的话 是不是它传什么都OK了 假如说你就想要一个字符串 它给你传了一个对象 所以你也得接受进去 不会报一个错误 所以说TypeSquit主要就加了 这个静态类型的检测 第一个可以使得我们 这个语言更加的规范 第二个 其实前段的野心也很大啊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后台采访员 是不是我们如果去跳GS的话 对一些概念理解的不是很清晰 但是你如果直接跳到TypeSquit了 是不是一些语法跟GS 或者是一个四夹夹很像啊 是不是你直接就可以转换回来了 比如说这就是Angla的一些好处 以及坏处吧 它一些什么思想是很好的 但是它有一些玩票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说它在Angla2的一个 关注度其实没有一个Angla1好 但是我们相信Angla4Angla5 它可以更好的去开发 更好的去维护 毕竟谷歌是一个大团队 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Riatt这门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是Facebook开发的 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脸书 那么其实在当年啊 它开发出来这这门框架啊 它其实是在前端界 已经影响了很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因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虚拟盗目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虚拟盗目 使得Riatt这门框架 非常非常的一个快速 那么虚拟盗目是什么呢 那么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渲染 我们的盗目节点的时候 都有一个时间啊 那我们是Js渲染了快 还是盗目渲染了快 那肯定是Js去执行的快 那是不是盗目渲染了 是非常非常慢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里面 假如说 他就想到了 假如说我把盗目的渲染全都变成Js渲染 是不是会提高我们的效率啊 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假如说 你把一个盗目节点里面的一个文字 给改变成一个另一个文字 它是不是都需要去重新的去渲染我们的盗目节点 那么这个是不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 那假如说我现在有个需求 我把一个DIV里面的刘鲁威这几个字 替换成什么了 替换成了刘鲁威 你说它会不会重新渲染 是不是会啊 因为我们是不是进行了盗目操作 我们首先获取了那盗目 然后把盗目里面的刘鲁威改成了 虽然它的一个字没变 但是它肯定会重新渲染我们的一个页面 那在这里面 这种的一个渲染的方式是不是没有必要 那如果我们通过需求盗目节点 我们首先把当前的盗目节点 用谁去表示出来 用GS对象去表示出来 那这个你们先听一下 等我们以后去讲的话 都会去提到 那我们先把它变成一个GS对象 那我们跟以前的这个到GM对象 GS对象给它进行比较 如果这两个GS对象一样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它根本没有改变 我们就没有必要重新去 渲染我们的一个盗目 那如果它不一样的话 说明它才是真正的改变了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 这个虚拟盗目可以更快的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 那在这里面 这是REAS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好处 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也不能说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吧 只能说它的一个学习成本比较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它有GSX语法 那也就是说 Angela它用这个TypeSquite 那么REAS呢 你用GSX 那正面语法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把所有的ATMR4SS全部写在哪里 写在GS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 你使用REAS这边框架 你不需要写ATMR 不需要写ZSS 因为它们都写到GS里面去了 因为它就是发现了 我刚才说的一件事情 GS是不是决定了我们前端的一个高度 它是前端的一个天花板 如果它的一个性能 完完全体现出来的话 我们前端的性能 才完完全体现了出来 所以说在这里面 它就把ATMR4SS给写到了GS里面去 那当然 它的一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 我们写了这么多年的ATMR4SS 你突然把它放到那里面了 你肯定 它接受它的一个成本 是比我们Angela高的 因为Angela 它还是正常的有ATMR的存在的 那它其实 在这里面 就算 我们 把它给直接移植到GS 其实我们是能接受的 假如说 感觉你GS 去创建一个DOM的话 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ATMR 我们就在那里写呗 顶天是不是给它写成 一个字符串 说我们在一个 去渲染一个 DOM节点的话 是不是也用过字符串的屏接 那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能我们也会接受的快一些 但是 它 还有一点 我们 可能接受慢的一个地方 就是 它把 一些原生的ATMR上面的东西改了 那假如说 我们 用ATMR去定一个类 class 是不是我们给了class 后面 加一个属性名 但是如果在react当中 你把ATMR写到GS里面 你给了一个ATMR 给它一个class 你必须写成一个class name 那其实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它需要跟原生的一些 API 区分开来 不能都完全一样 不能给它重写 但是 可能你理解起来就是 比较费劲 因为你会发现 它里面的ATMR和3S 跟我们原来的ATMR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就GSX语法 那我们在这里面 讲了这两大框架 就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Angela 它 我们先不管它的一个 跳票的一个 玩票的一个性质 如果它是稳定更新的话 我相信它以后能稳定更新 和react的一个特点 首先 Angela 有什么依赖注入 一些开发 react呢 是不是虚拟道吗 组件为了开发 那么这些都是他们比较好的地方 Angela 那么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不好的地方在于 它的一个type screen 也不能说它不好 只不过它一个虚拟成本 肯定比GS高了 那react呢 它的一个虚拟成本高的地方就是 它必须让你去 把ATMR和3SX 给写到GS里面去 所以说这是它俩虚拟成本的 一个对比 正常的话 一般都会有评测的话 感觉是react比Angela快 因为它毕竟有 聚能到那么节点 那么我们回来 说谁呢 说的读意 如果意 你去看一些 评测文章的话 可能都没有什么 voe的一些对比 因为什么呢 因为voe 它算是借鉴了 两位老大哥的一个思想 Angela的一个思想 主要的就是数据绑定啊 像什么这一些 呃呃 像它的一个数据绑定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react呢 去你到 那也就是说voe 把它两个老大哥的一个 思想全部借鉴起来了 给它组成了一个voe 其实voe算是一个 很神奇的存在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Angela是谷歌公司开发的 react是Facebook公司 已经开发的 那agela和react背后 都有大公司 大公司的一个支持 但是voe呢 它是一个作者 叫做尤语西 尤语西呢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 个人的团队 那肯定它的一个团队的 一个力量 肯定不敢这个 谷歌团队大 但是它去开发的一个voe 现在被广受流传 也就是它是一个 个人的项目 但是它的一个流传度 跟我们的Angela和react 很好 你现在不能忽视voe的一个存在 那刚才我说了 voe是借助了Angela和react的一个思想 所以说它里面也有虚拟道母 并且它把虚拟道母里面的思想 从react里面借鉴出来 并且进行了一个优化 它的虚拟道母速度更快 Angela呢 Angela它也借鉴了一些思想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去正式的去讲这个voe 那我们首先 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了解一下这个voe的语法 那刚才说了 它借鉴那两位老大哥的思想 那在这里面 它的数据绑定 组件化完成得很好 而且它有一点 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用写 在voe里面写正常的atml 写正常的cs 写正常的gs 也就是说 它跟我们以前的数据方式 是一样的 不像我们react里面 你得写gss 语法 Angela里面 你写type square的语法 那么说明它的一个 对我们的一个学习成本 要求比它点低 也就是它学习起来 更容易 更快捷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 不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不是说type square的 和gss 语法不好 只不过是它的成本高 那如果你给它学好了 type square的和gss 可能你开发起来更快 那我们voe 有没有这样的优势呢 它也有 如果你想学习type square的话 你也可以用type square的去写voe voe 兼用type square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 感觉你不想学type square的 你可以用原生的gs 去写voe 如果你学了type square的 你想开发更起来更便捷 想要使用那些 静态类型检测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使用type square的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很高的 那这是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地方 因为相当于我们可以 用不同的一个方法 去实现我们的voe 它一个自由度是很高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正式的来看一下 voe的一个学习 那当然啊 我们学习任何的一个框架也好 一定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 看一下官网 然后来 首先打开浏览器啊 然后在浏览器 我们输入voe gs.org 那么这就是我们voe的官网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官网 那官网 首先应用点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voe的logo啊 是一个v 在这里面 他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那么这就是我们voe的一个核心概念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数据绑定 还说了一个讯导吗 还说了一个组件化 那么这句话就很好的概括了 这个voe的一个自身的特点 叫做渐进式的一个gs框架 那什么是渐进式呢 渐进式的意思就是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开发 那在这里面 我提过voe的一个核心是什么 voe的核心叫做数据绑定和主要化开发 那如果你的项目很简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voe的核心 也就是说你只引入一个voe框架就OK了 那但是你如果想想用一个单页面应用呢 那什么是单页面应用 那假如说我打开一个页面 在这里面随便搜一个 直接搜一个东西吧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点它的话 是不是它会有一个跳转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是这页面跳转 它会去把这个资源向服务器请求 这个资源是不是放在服务器 而不是放在我们本地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ATP请求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前端的一个 单页面用的话 它第一次把所有的这个页面全部给请求回来了 就是这点上的页面全部给请求回来了 如果你点击它 当然在这里面它应该不是这么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voe去写像写的一个网站 那么这就是恶门一个组件库 那在这里面 它第一次你会发现它加载的有点慢 但是它第一次的时候就会把 它所有的资源全部给加载过来 那如果我们去点击它的话 你就会发现 树没有跳转啊 什么跳转都没有 对吧 什么跳转都没有 那么这个对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第一次加载这个页面的时候 全部把它给下载到本地了 那现在不去服务器请求资源 在本地去请求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一个用户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那么现在 那么我们如果想用这个单一没有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再引一个库叫做voe router 那么如果你这个项目比较大的话 可能你需要一个状态管理 叫做voe x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建议式框架 你根据不同的一个框架经济复杂度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这个项目很简单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voe这个框架 它非常非常的小啊 OK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看到这几个比较显眼的 第一个是一个视频 为什么是用这个voe 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这个开始 开始就是voe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调成 还有这个gethub的一个仓库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voe的官网 那我说过 我们如果想学习更好的去学习它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观看一个官网 那在这里面推荐大家去使用用文字看 那可能同学就说那种英文不好 那只有只有硬着投币一看了 你这个看了多了 那你去理解的这个速度也快了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这些不管什么框架也好 它英文文档更新速度是最快的 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个中文文档 当然这个voe对中文的其实很好 那如果你去看一个别的框架 react框架或者是uncle的框架 它的一个中文翻译速度虽然也很快 但是它肯定不敢英文文档的速度快 然后说我们这uncle的更新了更新之后 它的一个文档可能也会更新 但是它肯定不会更新到一个中文版本 中文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人去翻译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周期很长 那对我们的学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那我推荐大家在这里面还是用英文去看 那在这里面我们去看一个框架 不仅仅你去看它的一个这个使用 还需要看它的一个叫做生态系统 那为什么要看这个生态系统呢 那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使用一个框架 这个使用的人非常少的话 那你感觉如果你出了一个bug 你上百度或者是谷歌去问一个问题的话 可能都没有人回应 那可能我们知道 不管什么程序也好 它都有bug 不管这voe react uncle 是不是它也是一个项目 这个酷 它肯定也会有自己的bug 那如果这个酷用的人很少的话 你想想你出了一个bug 可能作者都没发现 你再提交给作者 那作者可能过很长时间 因为它的这个项目不火 才可以修改这个bug 那像我们这个voe 还有react 还有uncle的这种高生态的一个系统的话 那框架的话 它就肯定没有这个问题 就算你发现了bug 它也会及时的给它修改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看的生态系统 那么生态系统去哪看呢 就去开了它的gitahub仓库 这个仓库里面就是它的源码 那么这个源码 我们在这个我们进阶班里面会讲啊 有源码是我感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 一定要去深究它的底层 因为我们这voe的底层 也是有一些模式一些架构 只有把这些东西模式和架构学会了 我们不管以后再学习什么框架 它都非常非常的好了 因为我们可以预见的话 gequire这两年不太火了 那么可能过几年voe也不太火了 那可能会有新的框架 去取代voe rexn的这三大框架 那它不变成什么 不变成一些核心思想 像gequire的一些核心思想 现在还在沿用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 研究它的一个底层实现 那么你才能学得更好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它的一个观望倉库 你点开这个vue.js 那在这里面 它这个vue就是我们的这个 核心代码 然后vuerouter呢 就是我们使用单位里面 永远需要讲的东西 vue.js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状态管理系统 那在这里面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资源 叫做awesomevue 这个资源 awesome是一个项目 只是gethub上一个项目 有人有个团队去维护的 它就是在里面 去涉及了大量的一个 了不起的项目 它在里面就有大量的一个资源 那么这个vue都有什么资源 它在里面的立即 当然这个大部分的一个资源 都是英文版的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资源的教程啊 还有一些组建库啊 还有一些项目啊 特别是开源项目 如果你想拿一些项目去练手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找一个开源项目 叫projects 打一下吧 projects OK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使用vue的一些项目 在这里面有个开源项目 如果你看好了这个 假如说我点开这个 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吧 OK 那如果你给它 它都有圆码 你就可以去里面去看 去看它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去看别人圆码 也是我们去学习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思想也好 不管是一个变成的思想也好 肯定就是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思想也好 你肯定就是 去借鉴别人的话 你在学习速度会更快一些 你去看别人去 怎么解写的 你再给它反过来 应用到你的自己的项目上去 那你肯定写的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就是vue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在这里面还要提一些东西 那在这里面 vue还有它的一个论坛 那它的官方论坛 如果你有什么不会的东西 你可以去这论坛里面发帖 就跟你逛百六贴巴是一样的 去发帖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可能就会回你 还有呢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聊天室 那可能假如 假如说你这个 感觉 你等的时间太长了 不想再等待 因为你发一个论坛 可能必须别人看到你 你才 你才可以去 回复帖子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聊天室 这聊天室的一个用法 就是跟我们正常用微信聊天室一样的 你可以进入到里面 可以at人 那么at人 你可以看谁在线 那可以看到谁是大神 如果你看到大神的话 你可以直接at大神 然后让他为你去提到问题 当然这也是一般都是英文去问的 所以说 如果你想得到够好资源的话 还是得学好音乐 那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VoE的生态 OK 那么这节课 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了解了什么是框架 框架的一些 好处 并且了解了VoE React Angle这三大语言的一些自信特点 并且有一个对比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我们这个VoE的学习 来看一下这个VoE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那么在这里面建议大家 还是先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关网 那么关网里面的一些教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去看一下它的例子 然后再结合我讲的 那么你学习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效 OK 那么下一课再见 ye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